主料,鱼头一个,鱼骨一个,豆腐一块,辅量,姜片五片,葱片十片,香菜少量,西红柿半个,盐,鸡精,葱,姜切片,西红柿切片,豆腐的入盐水中浸泡十分钟。 锅烧热,用姜片擦一下锅底,放油,油烧热后,放入鱼头和鱼骨,煎两面金黄,换一个大点的锅,放一点油,放入姜片淀出香味,倒入鱼头和鱼骨,加入开水,水开后,加入豆腐,西红柿和葱片,煮至奶白色后,加鸡精和香菜,盛出,烹饪技巧。 一,鱼一定要煎两面金黄,汤才能出奶白色,二是一定要吃开水,三,需要一次性家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